我特别喜欢老乡机 我觉得你们应该向老乡机学习 2020年疫情 所以老乡机受了影响 他的门店可能出现了亏损 员工就给老板写了一封信 公司都亏损了 我们就不要工资了 他的老板叫树重轩 他就手撕员工信 当时传得很广 可能都不止点赞20万 你看完了这个 你有什么感受 有人评价说 有情怀的商家 有担当的老板 有福气的员工 有品位的时刻 你知道这件事情出现以后 有一些员工很有意思的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 转给自己的公司的人 甚至有些转给老板 然后恶狠狠的就跟老板说 你看看人家的老板 再看看你 你不觉得这事挺有意思的吗 你说你真的要手撕员工信 你撕就好了吗 你还非得对这个摄像头撕吗 你对的摄像头撕也就算了 你留的自己青春的纪念 我也能理解 那你为什么把它传播出来呢 传播要钱的吗 如果广泛传播要不要钱 要啊 你在你的官网上发发是不要钱 但是如果搞到这么多人都知道 这要花钱的同不同意啊 一个好的企业家 也应该是一个好的表演艺术家 陆重仙先生 就是人民表演艺术家 你看他演戏 很露味道的 你看味道 他说我哪怕是卖房子 也要确保你们有饭吃 有班上 他是不是发心是这样的呢 可能 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演的嘛 你也没有必要把这种 所有的东西 然后把它什么 传播出去嘛 你既然做这件事情 你就说明 你根本的目的不是这个嘛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你私信 你给员工吃饭 给房子住 不是为了打动员工 你是为了打动谁啊 打动你们呐 是为了让你喜欢 只是因为喜欢上了我 所以你就会觉得我 哪里都好 一旦喜欢 就会白蛋 所以这种行为 我们就称之为 人民表演艺术家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你要会演 所以你就两个角色 一伙做演员 一伙做什么 观众 所以各位啊 将来你们也要学会演戏 知道吧 比如哪一天 我跑到你公司去了 我会把摄像头设计好 设好的 我带了两个镜头过去 知道吧 他会说 哎呀 王总王总 卢总卢总你好啊 然后我们全程直播 表演的人要表演的天衣无缝 配合的人要配合的什么 要完美无缺 票房全靠演技啊 你看 我老乡亲还是很有创意的 我真的是鼓励你们 好好学学老乡亲 2020年 他搞了一个200块钱的战略化部费 就是在乡下 就是搞了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 那个老树 那个桌子上是有只鸡 总共就没有几个人 但是他传播可能就花了 我不知道花多少钱 可能花了2万20万 甚至200万 我只随便说说啊 关系上叫小事件 大传播 我们大多人是反过来的 叫大事件 小传播 开个年会花200万 结果2万块钱 都不去花在传播上 这是不对的 应该反过来 就是小事件 叫大传播 这才是对的 老乡亲的官微 你看也很有意思的 没有正经东西的 就咯咯咯咯咯 咯 没了 然后下面就咯咯咯咯咯 咯咯咯咯咯 然后附仲轩 你看 他说你就这么样的 胡荣工作 然后那个老乡亲说 天地良心 董事长 这是粉丝们 最爱看的一条微博 他就说 你们就喜欢不正经 就是你看他的东西 都很轻松 还是很重 我们就看看 我们自己的官微 我们的官微都很什么 很一本正经 就是我们很端庄 就是一直在端 永远在竹 然后2021年 有开店宣传 他说 希望这条 不要被领导看见 经常有朋友留言说 正文没有评论区好看 那我就不写了 你们看评论吧 结果阅读十万家 阅个鬼 他不是阅读正文的 他是来阅读什么 评论的 不爱正经 偏偏爱什么 不正经 所以你知道 我最喜欢看我视频的什么吧 评论 我就好喜欢看我视频的评论 有些人真的很有才华 他的评论真是出乎我意料 高手在民间 老乡的素种 现在是演技越来越好了 你看他的感觉就是油光面红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他说你上班就是来谈恋爱的吗 调教你干的好事 上热搜了吧 你让村里的其他记忆怎么看我 村里的其他鸭怎么看我 村里的大鹅和其他动物怎么看我们 老乡鸡和周黑鸭谈恋爱 结果被党董事长当场勤获 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很多人看 你看一个每天咯咯咯 一天每个嘎嘎嘎 还真是世事有回应啊 被他们两个人的CP填到了 今日阅读2000多万 我们都喜欢不正经 在小小的花园里 哇呀哇呀哇 一个晚上吸粉300多万 你知道这个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吗 第一找个女孩子 第二年轻 第三这个女孩子不仅要年轻 还要什么漂亮 第四还会要牛 你知道成年人为什么喜欢这个吗 尤其是男人 如果你看过不止一遍的哈 说明你的压力太大了 我就看了四五遍 你们的传播也应该向他学习 因为你看这个东西 他会让你特别的什么放松 因为今天的社会 人的压力都很大 所以各位啊 事实打不过是非 是非打不过恩怨 要学会浪 别老是那么端庄 一本正经的样子 要学会很不正经的聊天 你会发现天上飞的都是不正经的东西 都是流言呀 飞语呀 八卦呀 在天上飞 你什么时候看过天上飞的是黄金啊 白银啊 现金啊 人民币啊 美金啊 有吧 没有吧 没有 所以我们通常都讲好事是不出门的 坏事开始什么 传千里实在没有乐度 哎呀 那就走最原始的路 搞个小线路嘛 你看乐度不就什么 就来了嘛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们听到了 看到了顾老师的新闻八卦 什么石子相扣 春席路 记住啊 你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你 这就叫什么 假做真实 真一假 也有可能是注意不当被你们捉到了 但是谁知道呢 假的就是真的 真的就是什么 假的鬼知道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大方方成论 你越成论你会发现 他越不知道是真何假 很多时候啊 人为制造 比如说我牵了一个小女孩的手 进了酒店 然后发现顾老师和那个女孩子 一夜都没出来 笑的那么坏了 公关是让你看到的事实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学学 怎么样去做公关 公关就是让你看到的事实 如果你想了解2024年的 50个乐门行业的研究报告 进我粉丝群 我把这个资料送给你